應務疫情恢復一年 在今年實施 結果陸軍八軍團位於臺南的二零三旅 是在九號的時候 發生了第一起的逃兵領營案件 有一名流姓二兵 在日午兩天之後就人間蒸發了 八軍團指揮部表示 該名士兵在上午的時候回營 等完成了行政調查之後 會寒送憲兵隊依法作敗 位在臺南關田屬於陸軍 八軍團的二零三旅 門口守備聲嚴 不過這個營區十一號晚間 傳出一名流姓二兵不嫁離營 單位立即編組人員搜尋 並且聯繫家屬 十二號依規定發布離營通報 含請台南市憲兵隊依法處置 但十四號早上 流姓二兵已自行回營 事實上這名士兵九號才剛入伍 早被軍方列為重點關照人員 但十一號碗圈卻突然消失 實際走巡營區外圍 後門正在施工 對外只剩鐵欄桿擋著防護力薄弱 軍方調閱監視器還發現 流南翻牆出營之後馬上被車輛接走 流南計畫是否已經事先擬定 詳細事情經過能帶軍方進一步調查 陸軍吧軍團也呼籲 克尊軍機要求是軍人的職責本物 義務役的義男入武當日即實施軍法計教育 灌輸其所法重計觀念 另外對流冰的行為也將予以重誠 確為紀律 記者文正恆談報導